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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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他才跟人家说,我一生看了三次基罗世界圣经,那么现在又看到,那么这是表现将要往生了。 所以,新存佛国,时时圣经明现。圣经就是佛国的俗圣境界。 佛国的俗圣境界,时时它会显现在自己的心境中。 明就是只有自己看到,别人没有看到这个境界。 例如远公大师,他一生三见基罗世界圣像,那只是他自己见到,别人不知道。 所以叫做明现。明就是按明中,别人不知道,而他自己在心地光明中能够显现出来,看到这个圣经。 所以新存佛国,念念不忘基罗世界,念念不忘佛的国土。 那么基罗国土,佛的境界,这个圣经呢,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 叫做圣经明鉴。这是念佛。 所以念佛的人,只要努力尽尽念佛。 如果梦中见佛,或者是定境中见佛,主是好事,但是不要说。 说出来就不妙,恐怕会变成这个母经。 所以啊,纵然看到瑞相、圣相等等境界。 不要说,自己知道就好了。 除掉要往生了,才说出来,像远公的这个情况。 这是念佛。 那么所举的这个例子啊,这是第四种。 最后一种啊,四善知识,自清生命。 清净善知识。 善知识就是身保。 念佛,念法,念生。 这是念生保。 善知识就是身保。 如果奉事所清净的善知识啊, 对于自己的生命都不会爱惜。 啊,为法忘记。 啊,完全在哪里供养善知识? 啊,四善知识。 这个例子,看华严经入法戒评, 善财同质的五十三餐就可以知道。 啊,善财同质啊, 经历过一百一十一城, 叫做百城烟水。 经过那么辛苦, 他都是用两个脚走路的, 没有坐车子。 啊,只是用脚走路。 啊,文殊菩萨那边发布的心之后, 往南行,清净善知识。 啊,善知识, 他所清净得利益的有五十三位, 叫做五十三三。 而经过的地方, 有一百一十一城, 啊,这个城郭, 国境有一百一十一个, 啊,所以叫做百城烟水。 啊,呃, 经过这么辛苦, 那么, 参了一生, 才得到能够震入初祝的境界。 所以啊,善财, 他事后善知识, 清净善知识, 到处参放的那种的好榜样, 就是后人, 出家之后, 要到国际参放的一个母犯。 中国的出家人, 从前的差不多, 都是出了家受戒之后啊, 过了一段时间, 要到各地去参放, 要去清净善知识, 要接受善知识的教导。 所以, 在中国佛教里, 过去的祖师, 像禅宗的祖师, 有很多啊, 都是参过很多善知识的, 宋朝的奉扬善召禅师。 善召禅师啊, 他出家之后, 各地参放, 他参过七十一位的大善知识。 在宋朝, 禅宗最新盛的时候, 尤其在北宋的时间, 各地以参谈的方法修行, 而亲自明心见性而证悟的很多。 所以, 他当时参访了七十一元大善知识。 然后, 最后, 在首三审宴禅禅师座下, 参参开悟。 所以, 像善召禅师的这种了不起的表现, 就是清净善知识啊, 他到任何一个地方, 除掉清净善知识之外, 他不会去观山玩水, 你说什么地方, 风景多好, 那个山水多妙, 他根本没看。 他的内心就是要去清净善知识, 到每一个地方都要清净善知识, 得到他的法, 然后再离开。 这样子参了七十一位, 像他这种的参方的这个奴隶精进情况, 过去祖师有很多, 不止他一位。 所以, 山登头子, 九上洞山, 多的是。 那么, 论用功, 做破七个仆团, 这种的境界啊, 那都是真正下功夫修行的。 所以, 这个四后善知识, 根本呢, 忘掉自己, 自清生命, 把自己的生命, 都把它看清了, 不注重, 所以未法忘记, 精神就在这里。 这都是妄想身的境界, 不是凡情, 超出天与上, 乃至出世间。 几书上面五个例子, 包含六念, 念佛, 念法, 念生, 念世, 念戒, 念天。 那么, 不过这个六念里面的天, 是指第一亿天。 那么, 这里以世间的天来做代表。 说, 我呢, 诸想随别, 亲居是同, 非动不成, 自然超约, 自明外分。 这总结外分的文字。 佛对欧南说, 诸想随别, 前面讲的这个五种例子啊, 它的想的方式虽然不一样, 实践的想, 念咒的想, 念天的想, 念佛的想, 世善知识的想, 都有各边。 可是, 亲居是同的, 亲而容易望上身的局, 都是相同, 都是望上其身。 所以叫做亲居是同。 非动不成, 它望上飞, 望上动, 不会望下沉。 这是一定的道理。 这种的观想沉丢, 都是望上逃生。 所以叫做自然超约, 自然而然, 任运超出世间人的境界, 而望上升到初世间法。 那么这种的想, 就叫做外分, 众生身份之外的境界, 所以叫做外分。 为外分分清楚之后, 下面就是总和起来, 把这个想, 情, 两种对照起来, 来加以说明。 那么先说明众生的生死情况, 然后再论这个想情的分别。 我呢? 一切世间生死相惜, 身从顺息, 死从变流, 灵命忠实, 为时暖处, 一身善恶, 俱时遁现, 十逆深顺, 二席相交。 这都要拿来人道众生来说明, 我们都是所以人道众生, 才容易明白。 佛对欧南说, 一些世间, 现在这个世间, 总指有情世间, 使我们人道有情世间。 有情世间的人, 生生死死, 无量皆来, 是连贯相须不曾停止的。 我们现在是人, 现在年岁, 大致八十几岁, 那么就是年轻一二十岁, 他都是一年一年往上走向轮转之路, 没有停止, 生死相惜, 过去, 生三时时, 死死生三, 转到今天, 现在是生的身体, 但是啊, 步步去向于死的这个境界。 死为生之死, 生为死之中。 啊, 那么, 众生在受生受死的时候啊, 生从顺习, 死从变流。 人, 喜欢生, 而不喜欢死。 所以生是顺众生的习气的, 死是逆众生的习气。 所以叫做生从顺习。 受生, 在世间上, 顺住众生, 贪生之心。 所以, 生从顺习。 人, 出世了, 人总是会欢喜的。 家里天灯, 天灯啊, 哦, 都高兴。 啊, 假如有的时候, 偶然啊, 在火车上, 在这个巴士上, 啊, 如果突然之间, 增加一个人出来, 高兴得不得了。 就是, 如果有产妇临盆, 啊, 他坐在车上, 来不及等了, 小孩子赶快要出来了。 所以在车上, 如果增加一个人出来, 哦, 那个工资啊, 要高兴得不得了, 他要发大财。 欢喜啊, 欢喜什么? 欢喜增加一个人。 这个哪里去求啊? 求之不得的事情, 可遇而不可求。 从世间人呢, 讲到这个生, 大家都喜欢, 生从顺习。 死从变流, 变是天变, 流是流转。 怎么叫做死从变流啊? 死, 人家不喜欢。 可是, 他不能因为你不喜欢, 就不会死啊。 还是要死。 所以这个死, 是天变流转。 怎么样是天变流转啊? 顺住自己所造的业。 一生所造的善恶业, 他就会引导你在这个六道中啊, 千变流转。 这个话还说不完。 我的国语是在马路边学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呀, 字音咬不清。 正好碰到今天下大雨, 说到三才同时五十三餐, 有一句话说, 摆成盐水, 因此联想到是不是三才同时五十三餐的时候也遭到水灾了, 被淹水了。 笑话啊。 这是我咬这个字音咬不清的原因。 这原来是三才同时五十三餐的那个入法界评里啊。 它后边有一个站, 我会念客家话。 我当时五十六health نفس三小子, 沐山冬季统治南孚, Bachelor 005307、 百姓沃淬水没有五年, 第四要醉轮文。 五十三员一睿佛阳春。 百姓沉沿石就是在这个地方, Eleseddar 00535、 不是被水淹的淹水 而是烟 火烟的烟 因为在古代城里有人住啊 就有人煮饭必定就有火烟 同时人住的地方必定也有水 没有水人也没有办法住 所以这个百层淹水是火烟跟水 而不是遭到水淹了 所以这就是因为这个字音咬不清啊 发生这个问题 我想起来啊 我讲话有的时候被 这个用片子去引用出来 淹沉笑话的并不少 这是其中之一 蛮好笑 本来是去掺散之士 结果遭到淹水了 我们刚才讲的是人到临死的时候的情况 身从顺息 死从变流 死的时候 随着自己一生所造的善恶业在哪里天变 而继续在哪里流转 就是死的现象 接下去经文说 临命中时啊 未舍暖处 一身上二 巨石遁现 这说人死的情况 临命中 是将中未中 将死未死 在这个时候啊 人生的六十度不起作用了 如果是人 呼吸断了 心也不跳了 可是他全身还是暖的 还有热气 暖的 这个全身暖处 暖气还存在的时候啊 他的第八 欧拉耶尔就还没有离开 所以 在佛法里的习惯 认为 人死的时候 断气了 心不跳了 那么如果全身还有暖气啊 这个人就还没走 他的第八 欧拉耶尔还存在 要等到全身的暖气整个消失了 完全冷了 冷冰一样的情况 那个时候啊 才算是真正死了 全身暖气没有了 心脏也完全凉了 冷了 那个时候 才算是这个人的第八 欧拉耶尔离开这个身体了 所以 为舍暖处就是 他这个暖气还没有舍掉 还没有散失 最起码有某一个地方还是暖的 那么 就显示他的 第八欧拉耶尔还没走 所以人 死了没有 就看看他全身的暖气 有没有完全消失 假如全身都没有暖气 冷冰冰 那才算是这个人死了 而第八欧拉耶尔走了 所以因此之孤啊 现在呢 医学啊 他 以这个脑死来断定人的生死 这一点呢 会有问题的 我在 民国七十九年 在报上看到 一则故事啊 就是 有人写了一篇文章 关于这个脑死的问题 按照 那个时候政府的规定啊 就是 要断定这个人是不是真正脑死 是 要那个脑神经科 脑神经科的医师 内科外科都可以啊 这个脑神经科的医师 经过 啊 卫生所的规定 他 可以去判定人 是不是真的脑死的情况 啊 那么他好像是 严罗王一样 会全部这个人死了没有 啊 那个报上是 我记得还是七月十三 啊 有这么一篇文章 呃 这个 医院里 半夜接触到一个 呃 女孩子 呃 大概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因车祸 呃 很严重 呃 头部很严重的受伤 那么在当时看起来啊 是已经是脑死了 但是 必定要这个 判定脑死的医师去 呃 去检验 认为是 才可以 那么那些准备 因为他的家属准备 把这个身体的内脏 呃 身体的各部分 都可以剪接人家 因此那个医院里 要剪这些内脏等等的 呃 这个准备啊 都在准备好了 就是等医师来判定 那么半夜这个 呃 脑神经科的医师啊 接到电话 匆匆忙忙就去了 啊 因为他这个 呃 车祸的人 是在六楼 呃 在一个家户病房 因为他家里出来 到了这个医院 呃 带着一点微笑 也很稠的样子 啊 头发长长的 脸满清秀的 呃 他心里想 半夜了 怎么还有一个女孩子 在这边 呃 他是个男人啊 他心里想 哎不错啊 今天是运气蛮好啊 我到这边来 呃 这个升降低低低 还遇到女孩子 那么到了六楼下来 就进去了 呃 那么当时他去检 呃 检查那个 女孩子的这个 呃 是不是脑死的时候啊 发现 呃 已经把他的脸遮起来 看不到 那么就是按照规定啊 就一直填表 哦 那么一一填好了 认为是脑死 没有错 啊 就判定是脑死了 然后把脸的遮布一打开啊 一看 吓了一叫 哎 这个人就是刚才在 电梯里面看到的嘛 啊 他心里好难过 那已经判定了 呃 他文章没有继续写下去 所以后来有一篇文章说 我相信他一定是已经办了判定 也把他解脱了 统统都检查人家了 呃 所以这就是好像他已经 判定一个人死了 那么 有人的解释就是说 那电梯里面为什么他会出现呢 他灵魂出扣了嘛 呃 有人说 不是的 他是还可以有救的 因为一天到家人都会 把他的身体检查人家 所以他就呃 那灵魂出扣 来要求医师啊 不要判他脑死 可是这个医师不了解 没有想到这个就是他有判的人 结果判定了 呃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难过 后来有一位修女写一篇文章 呃 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提示 就是说希望不要随便判定脑死 呃 所以现在这个脑死 是不是真正真正死 实在没有办法判定 你又不是阎罗王 呃 怎么能够判定啊 呃 往往有人死了 三天四夜 他又恢复过来的 海狗的诗呢 看看古代的历史 不但是三天四夜 七天了 死掉七天了 呃 他还会恢复过来 所以这个人的生死 非常难断 呃 就是说 这个临死的人呢 前六思已经不行了 不能起作用 眼 不会看了 耳朵 不会听了 鼻子不会闻僵臭了 射头也不知道味道了 身体也没有感触了 异地也不会乱想了 那么他的六思完全都已经不起作用 虽然六思不起作用啊 可是他的地霸污奈也是还没走 气候来先做主翁的 这个地霸污奈也是还没走 那么全身暖气还在 他就是还没完全走 那么因此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临死的人 他的内心是看到 一生自己所造的善恶业 成功显现 如果是善业多 那么他会生花起心 回生到善处 如果是欧业多 那就很可怕了 恐怕从此而堕落 所以人临家死的时候啊 暖气没有扯掉之前 他还在那边呢 正在看着他一生所造的善恶业 好像看见人一样 一摸一摸 现在面前 看过清清楚楚 这是什么事 我们不得了 我们不得了 看见 你很快 也不得了 那我可以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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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你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回你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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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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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食方众 蔬食共享业 特举办神州中民祈福法会 即岁末联谊餐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2月30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恭佛摘天敬护法 前辈香花苏陀果 祈愿佛法永兴隆 法界众生皆安乐 新春恭佛摘天祈福法会 恭请惠态法师及法务指导生众 共同领众 日期2月1日星期三大年11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十地菩萨的南圣地菩萨 是五地的菩萨 他的修行不但圆满了禅定 更证悟了真实的地理 他理诸系论 不讲说错误 没有意义的言论 违背真理 不能增进善法的言论 他证悟空有不二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这是极难到达的阶位 所以叫做南圣地 赞好死疫 ח earbuds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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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滤 感谢观看